韩国国会已批准政府与朝野达成协议的 16.9万亿韩元规模的追加预算案修订案 国会22日晚召开全体会议 最终批准了追加预算案修订案 修订案较政府提交的14万亿韩元规模的原案有所增额 增加了防疫支援金的支付对象和损失补偿修订率 最终追加预算案共计增额3.3万亿韩元 包括向小工商户和弱势群体的支援死角 追加支援2万亿韩元和1.3万亿韩元的防疫预算 在小工商户和弱势群体支援方面 将向332万名小工商户和个体户 各支援300万韩元防疫支援金 原先的支援对象为320万人 但在增额过程中将10万名简易征税对象 和2万名销售额在10亿至30亿韩元的 小工商户和个体户 也包括在支援范围内 共计增加了12万人 国会还增加了小工商户支援预算 将损失补偿修订率 从政府原案的80%上调至90% 并向特殊雇佣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 追加提供4000亿韩元的紧急雇佣稳定支援金 针对法人出租车和租赁巴士司机的支援金 也从100万韩元增至150万韩元 在1.3万亿韩元防疫预算中 包括因新冠确诊者增加而增额的 1万亿韩元生活支援费和代薪休假费 以及自我检测试剂支援费和感染管理津贴等 当天下午进行的罪货协商 因朝野围绕损失补偿修订率和追溯适用等 存在意见分歧而一度陷入困境